大家好,欢迎收看ACY希望证券今日市场分析 我是你们的分析师Peter 昨日公布了美联储6月份会议纪要,受到市场瞩目 还记得上一轮会议纪要发布后 由于美联储官员态度不一 股票市场扭转颓势,连续上涨 投资者对于本次会议纪要当中 美联储就收紧政策的态度 以及对通胀与就业的看法极为关注 首先有一点明确的是 美联储已经正式开始讨论缩减购债 虽然目前官员的态度并不统一 但是未来仍将继续讨论 而就高通胀问题 绝大多数官员认为通胀仍有上涨空间 不过高通胀问题仍然是暂时的 这个观点与近期债券市场的走势相符 昨日10年期美债收益率再度下滑 触及到1.3% 说明市场对于通胀的预期快速回落 反观就业市场 虽然近期增长强劲 但仍低于预期 我们认为 虽然很多官员对通胀表示了担忧 但目前的经济环境 还没有急迫到逼着美联储收紧政策 而且美联储除了目前逆回购 与超额准备经利率工具以外 正在计划更多的短期工具 以应对融资市场的流动性泡沫 整体来看 量化宽松的负面影响逐渐体现 但仍给予美联储充足的时间进行讨论 这对于美国股市来说是利好的消息 从罗素2000指数来看 从今年年初开始 指数暂缓了强势上涨的格局 开始大幅震荡缓慢上行 虽然在流动性泛滥的环境中 小盘股的泡沫风险较大 但配合上昨日基本面的利好 短线仍存在反弹的机会 指数限价下方有两条趋势线支撑 提供入场与止损的位置参考 考虑到小盘股风险 需要注意止损的设置 目前K线触及到布林带下沿 由于处在震荡局势当中 需要配合随机指标的超卖区信号 以增加入场的胜率 上方的阻力位置 主要看2330附近 该位置多次阻碍指数上涨 是长期重要的水平线 最近促成全球高通胀的最大原因 是原油价格的不断上涨 而昨日阿联酋计划全力出售原油的消息 也让油价应声下跌 WTI美油价格近两个交易日 跌幅超过了5美元 从美油4小时图来看 200均线保持向上 油价跌破了第一层支撑 面临均线趋势线与前低点 70整数位关口的共同结构 属于强支撑形态 考虑到目前OPEC会议仍处于僵局 与去年年底一样 会议的结果并不好判断 所以在结果出炉之前 油价存在跌升反弹的机会 70到70.5区间将提供较强的共同区支撑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日关注数据 美国方面有当周出请失业金人数 当周EIA天然气库存 以及EIA原油库存 以上便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